哈囉大家好,我是JF Alright 今天呢我要自己一個人去旅行了 然後騎了一個大早 所以頭髮完全就是炸掉 因為我怕趕不上火車 我自從從豐富回來之後 我就有一點愛上渡雨的那種感覺 但是看我影片的人好像年紀都偏小 我不知道你們懂不懂 一個人去旅行那種很自在 然後可以自己掌控行程的那種自由的Feel 然後呢我這次要去的地方呢 是一個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多少去過 但是不太會長期 停在那邊的一個地方 叫做台東的池上 那我上次去池上呢 應該是五六年前 就是大學的時候 但是我當時是去那邊做研究的 所以在那邊long stay大概快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就發現呢 其實台東池上除了便當之外 還有更多值得大家停留 還有去體驗的一些好吃的東西 所以今天呢就帶著大家 跟我一起去台東的池上旅行 Casey I don't wanna buy you drugs Like you so much better When you're not fucked up Oh yeah Just a little too much like that 在 你的板品 反正由 現金回貨平臺 Shup Bank贊助播出 好的 我現在已經來到了池上 坐了大概三個半小時的火車 然後今天池上的風超級大 剛剛還把我架好的相機直接吹到 然後摔在地上 不過現在並沒有影響到我 就是來到池上的好心情 因為風景實在是太漂亮了 而且你們有發現我今天有什麼不一樣嗎? 沒有錯 我換了一個新的後背包 其實我這個人物語真的非常的低 如果你們有看我澎湖的影片就知道 我的衣服就是那幾件 不過自從我開始喜歡上自己旅行之後 我就覺得包包非常的重要 剛好我在逛Shopping的時候 就看到Shopping上面 你買愛迪達最高的回饋金有12% 也就是說如果你買一個2000塊的包包 你就會有240塊的回饋金 剛好就是我在澎湖租車一次 就是那個價錢差不多 用Shopping就是可以讓你一邊旅行 然後一邊累積你下一次旅行的基金 第一間要介紹的縫口呢 在去年的2020年的9月才在池上開店 主要是一個賣冰、甜點跟咖啡的地方 我這次點的玉泥冰呢是剉冰的質地 但是因為冰被壓得很密 所以冰本身的口感蠻紮實的 吃的時候建議把芋泥跟上面的奶蓋 拌在一起吃會很濃郁 肉桂捲的話比較偏向蓬鬆的麵包體 不是脆的然後也不是有嚼勁的那一種 喜好就因人而異囉 但是可以保證的是它的肉桂給的很多 而且呢在池上的乾洗臉多雨 因為池上今天的風雨大到 你去外面撐傘 你的傘會直接被撐爆 然後你會被吹走 不過我覺得也蠻有趣的就是 通常我們來池上的時候都是那種 T&T超好忘記的那種 就好好享受一下就是 在池上下雨的這種旅行 T&T很棒的 這間好間長的是一對年輕的情侶開的小店 然後裡面的內容位置真的不多 那也沒有在賣其他的炸肉 就是只有在賣炸春捲 然後三種口味 那額外有在賣紅茶跟鮮奶茶 炸春捲炸天之下好像是有點油膩 不過它裡面的用料 其實調味都非常的簡單很清淡 基本上都可以吃到食物原始的味道 然後我點的是招牌 裡面有豬肉蝦子高麗菜跟蛋 那蝦子是那種大尾的一整尾 很適合那種你來吃上下午肚子餓的時候 可以買一個當點心來吃 蔬食男孩是一間你吃了會非常驚豔的素食餐廳 在我還沒有來吃上之前就有所耳聞 當天風雨交加的晚上人還是非常的多 火龍果炒飯是他們必點的招牌 粒粒分明的炒飯搭配毛豆翻炒 尾韻呢還能夠吃到淡淡的果香味 是一道會顛覆你的味蕾 以及翻轉你對素食印象的料理 就連旁邊的醬菜啊 以及飯後的甜點啊 都能夠吃到老闆對於食材的講究跟用心 炸食書呢 裡面有四季豆、玉米筍、袖珍菇跟茄子 依照季節可能會有所不同 份量呢很充足 麵衣很薄 口感呢卻非常的酥脆 完全保留了新鮮蔬菜的水分 蔬食男孩的食材呢 都是使用當季、在地、以及自己栽種的作物 所以每一次來的配菜可能都會不太一樣 但無論如何 它已經成為許多人來訪吃上的理由之一 好的我已經來到了我這幾天要睡的青年旅館 它叫做楚河日豪 那其實離火車站非常的近 走路大概不用五分鐘 那隔壁就是Seven 其實地理位置算非常的方便 那我覺得它的房間空間其實也算蠻大的 然後採光非常的好 那每個床的旁邊呢也都有那種獨立的插座 所以其實青年旅館該有的配備它都有 它的廁所的門呢是門栓卡榫式的 所以我剛剛想說怎麼怎麼推都推不開 它不是我們常見的那種喇叭鎖 那除了日豪我覺得它最棒的地方 就是它的腳踏車是可以免費的借給你的 所以如果你來住這邊 你就是可以省下那種租腳踏車的費用 那我這次住的青年旅館呢 也是透過Shopbag 然後在booking.com上面訂的 那我訂的兩碗的價錢是1861塊 那現金回饋是111.79元 就是一百多塊的台幣 很多耶 旅行就是要這樣子每一個小錢都存一點存一點 你就是可以馬上計畫下一次的旅行 豆之間呢應該算是池上目前將現代設計融入室內用餐環境的餐廳 但仔細一看你會發現它其實是舊骨倉改建的 這裡所販售的豆製品呢 都是使用池上飛機改 而且具有產品履歷的黃豆 除了豆製品 店內也是有提供其他正餐的選擇 他們的豆花呢是屬於手工豆花的口感 外表比較粗糙一點 但是口感很綿密 一入口那個豆味其實蠻重的 就是非常直接的味蕾衝擊 養生組應該會非常喜歡 而且單吃豆花其實會覺得有一點鹹鹹的 我不確定它是不是使用爐水來去代替化學的凝固劑 煎豆包的部分呢我覺得口感很棒 表皮酥脆裡頭還保有豆包的濕潤感 而且還有夾著九層塔一起煎 所以單吃你也不會覺得它很無聊 但我個人覺得它有一點偏油 如果它能夠在初餐前稍微的立下油 或者是把油吸乾 那個油膩感或許會降低一些 最後這間店呢你會知道有一種惡 就是阿嬤覺得你很餓 雖然菜單有分大小碗 但是我這碗小碗的海鮮炒麵 份量就足以讓旁邊的客人傻眼 整個包到不行 聽說阿嬤以前是在做板得的 所以給的份量都很好賣 建議你別一次點太多 不然你真的會包到隔天還在包 好的我的吃雙之旅呢差不多都這邊結束了 那雖然只有第一天有出一點太陽 那接下來今天都是雨天 但是我覺得也可以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吃上 那最後呢也要再一次感謝Shopbag 贊助了我這次的旅行 那我這次總共透過Shopbag得到的回饋金額呢 是275.37元 分多 那現在你只要累積超過200塊的回饋金呢 就是可以回到你指定的帳戶裡面 我個人覺得旅行過程當中一定會有一些必要性的支出 那當然就是透過Shopbag幫你1.1.1的存向下一次旅行的基金 那現在呢在資訊欄的下方呢有專屬的連結 你現在只要點開這個連結下來Shopbag 就可以獲得100塊的回饋金 所以趕快下載Shopbag 然後安排一趟深度的旅行吧 下載Shop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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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